好了,现在还是在这个咱的组装车间,组装车间里面呢,现在给大家想一下机器 在这讲题之前呢,先给我们今天的摄影组,包括这个主持人给的镜头 给个镜头,这样给吧 OK,现在我从入门的这个最近的一台机器往里边讲 因为这个生产线基本上是从这边的第一台一直组装到最后的,第一条流水线 首先是这两台,前面一台那些小的跟这一台大的呢,都是叫钻洗机 钻洗机的作用呢就是钻那个孔,但是它可以把孔呢,给它来回的那个钻那个孔 而不是说直上直下可以左右啊,前后啊这种可以调节,就这样一个作用 然后比如说轴上面的一些大的孔,或者是别的一些不规则的孔 你都可以用这个来机器来做 好,看一下这个机器的全貌 上面呢,加了一个泵嘛,那是什么东西 嗯,中间 一个机器,哦,长得挺奇怪的 看一个全貌 OK,然后第二台机器是用来钻标牌的那个孔 标牌的那个孔,然后把阀体要进标牌的地方放在这个孔下面 然后卡丝就下雪就OK了 今天下午,没有工人来干活了,所以说不太直观哈 前几天凑过了,前几天都干得热火超天的 然后接下来第三台,是一个压黄套的,压黄套的 一个机器,然后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 哎呀,没有东西,不好形容 先看一下机器吧 简单的来说就是把那个O型圈 那个小黄套,给它从轴上面压下去 通过这个机器压下去之后呢,要来保证 呃,戒指不会从轴上面来漏水 这样有作用 接下来这个机器,好,接下来这个机器是个重点 从,从看过去之一代有瑞线 然后这个机器呢,呃,适用于 压,阀体,阀座,碟板,包括组装这个轴 都可以在这个机器上一次性完成 怎么操作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下面有这个,这个盘 铁盘,这个盘呢,是可以调节大小的 这台机器,组装的口径是大到300 就300以上的,就需要用那个 刚才那边看过的大的机器看一眼 这,这几台,三台大的机器来做 然后小的话呢,就是300以下的就可以在这台机器上来组装 然后用法呢,就是这三台的盘可以调节大小 根据盘的大小呢,呃,来放不同口径的阀体 然后,程序呢,是先放上阀体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阀座放在这一层,把板放在上面 然后,这边一个,上面一个压,把它压下去之后 就可以把,板和阀座和阀体三个组装成型 然后,这边呢,是组装这个轴,把轴插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根,这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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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可以,呃,向左移动 这样的话,就把手插在阀体里边 这样就组装成了这个阀体板,阀座和轴的四部分 组装完成四部分之后,会来了这个操作,操作台 操作台之后,然后就会装手柄,啊,装手柄,定箱子,装箱子 都在这个地方完成 好,因为今天,现在没有人干活,所以说,呃,不太,没法展示是什么组装的 然后,上面这个,几台机器,上面几台机器 呃,基本上,搭载的作用,要不然就是转孔,要不然就是,定箱子 这两个作用,呃,ok,还有装手柄 因为这个台上,主要的作用就是,装手柄,定箱子,装箱子 over,over,装驱动,都在这个,台子上来操作 上面的机器,都是用来,完成这些工作的 然后,组装一弯叠发之后呢,会把成品,呃,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准备,试压,一台台的试压 试压的,试压机,这是试压机 试压机,上面看一下大概的东西,试压机,上面是个盘,然后上面有个压盖 呃,压盖,然后在那上面呢,是一个时间的表 可以看看打压多长时间,然后,机器上面会有这个压力表 看,那什么字,耐震压力表 ok,呃,这边还有,两个,天称仪表 都是耐震压力表,底边,一二三四五六 ok,呃,打压的方法呢,就是把阀门,嗯,放在下面这个台子上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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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疙大,下去,下去之后呢,会形成一个密闭空间 密闭空间,水,因为,把体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下面,上面把它压紧,然后中间就会,在下层就会形成一个密封空间 然后,水从这个孔里边出来,如果在打压的过程中,呃,哪个地方有水,出来,就说明这个密封,是有问题的 打压完之后会拿起发挤 看一下密封圈的周围 是不是有泄漏的地方 可以检查得出来 或者从轴的位置也能看出来 如果是不合格 就会返回到这个区域 进行再一次的加工 这些都是 试压的机器 好 暂停一下 接下来讲超声波清洗机 好了 这一条就是我们的超声波清洗机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 就是它整个的怎么工作的 首先这边发门 测完压OK之后 会放在这个区域 放在这个区域之后 从这个地方放上叠阀 这是个入口 把叠阀放在上面 这个白色的是一个传送带 传送带 传送带 然后放进去之后 这个区域可以看一下 这个封闭的区域中间 这个部分 从上面那个带鼓风机 那叫鼓风机 鼓风机从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过的时候 里边会有360度的上下左右 有一个可以给它汁水 汁汁水过去 四面八方的做一个清洗 在这个过程 在这一短暂的一个过程 稍微做一个清洗之后 这边有一个鼓风机 鼓风机的作用 上面有一个两个 下面还有总共有四个 这个地方就有四个鼓风机 四个鼓风机 它会有这个叫风刀 风会从这个地方下来 特别强的风 会给它吹的差不多 吹干一些 然后接下来就到了 从这个船上台下来 就进了这个水池子 水池子 这个就是一个大概 两米四米 六七米吧 六七米的一个清洗池 清洗池的 这就是超声波最关键的一段 就是它靠下面有一些震动 震动电子可以看一下 全是震动电子 靠震动电子带动水的震动 来做一个清洗 然后如果这个开的时候 手放里边去 手会非常的麻 来震动来清洗 在这边会加那个出油机 这个出油器 汽油汽油 不太接近是不是这个 反正是要加出油器 出油机清洗完之后呢 会进到这个区域 这个区呢 是一个 也是那个 因为它刚洗过会有水 然后这里边全都是风刀 不给它吹干 吹干完了之后 就传送带 这个地方吹干 来了这个地方 会有好几道风刀 一二三 然后给它吹干 吹干完了之后 进入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一个 高温的一个烘烤 会把它再烤一烤干一下 烤干完之后呢 会到这个区域 然后咱们的工人会给它 擦干一下 会再一次的用抹布给它清洁一下 清洁完之后 就会在这个台上进行包装 包装 OK 刚才讲漏一点 就是 关于那个水池的问题 水池它不是凉水去清洗的 它是设置温度的 经介绍一般温度是在40度到50度的水 加热 然后给它清洗 OK 这就是咱的超声波清洗机 其实原理挺简单 原理挺简单 然后就是一条流水线 OK OVER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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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